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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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囉 又妮妮妳好 嗨 哈囉 這位太太的無副品品來上台嗎 是 是 是 那現在你的無副就是要她幫你處理嗎 我覺得她負責我所有產品的部分 對對對 那會互相擦保養品是放情趣 互相擦保養品是在家裡面 演偶像劇的情節 不會啦 但我覺得 我覺得是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很愛衝浪 對 那就每天早上我要去衝浪的時候 我太太她就會非常的提醒我 就是說你的防曬有沒有帶 你一定要記得擦防曬 然後回到家她也會提醒我就是 一定要做好那些清潔的動作 然後一定要保濕 對 但是她就是會很提醒我這些事情 對 那會一起做面膜那些嗎 我們滿常一起做面膜的 對 然後因為在家裡面我們可能晚上吃完飯 然後也準備要開始哄小孩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會敷著面膜 對 然後哄小孩 對 所以我們家女兒也很常看我們兩個人 是敷著面膜跟她們講話的 對 那這次是故意會開台的品牌 來香港做這個蛋牌嗎 對 對 當然我覺得 因為其實從她開始成立這個牌子 到她今天能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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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進出到捨佛羅 其實我覺得滿替她感到驕傲 其實滿厲害的 對 那這一次要來香港之前我們也有很多的討論 那最後我覺得應該要出一份力去幫助她 然後去給她一些鼓勵然後來幫她站台這樣 你會做那個代言人嗎 做那個代言人 目前NoMail還沒有這樣的預算 我當然很希望NoMail接下來有這樣的預算 你收費很高嗎 我們會有一個夫妻的price 那你一塊應該是語氣高的嗎 NoMail說什麼就OK 那這一次的酬勞呢 這一次我們就不談酬勞 我們就是以一個真的是 真的很愛她們的東西很愛我太太 然後希望能夠支持她這樣一個出發點 對 那這次來香港會待幾天 我們其實這次待時間很短 我們這次只待了三天 因為家裡面還有一些事情要忙 所以我們也這一次的活動做完 我們兩個也要準備趕回台北這樣 對 這些女兒都在台灣嗎 還是有沒有帶來香港 這一次沒有 對 這一次沒有 因為時間太短了 對 然後我們兩個現在也在計畫 就是下一次回來的時候 就希望可以多留時間長一點 對 來個七天 十天 然後可以帶小朋友回來 對 那因為我覺得這邊是Mail長大的地方 所以也會很想帶小朋友來走一走 看一看 然後我覺得香港也很適合小朋友來玩 對 所以我們應該會再這樣計畫 那這幾天我會不會很想念就是 就是女兒們呢 他們還小 二寶 對不起 是 所以我們每天 我們每天就是 像昨天是沒有有很多的訪問嘛 訪問結束 我們兩個就趕快打Videocall給小朋友 然後看 對 但 對啊 就是我覺得現在這個時期是 就是我們比較想念小朋友啦 我們不在 他們很開心 對 因為沒有人會管他們 就因為他們現在都在爺爺奶奶那邊嘛 所以他們就帶他們出去玩啊 去一些樂園啊 所以他們其實過得很開心這樣 放暑假 對 現在姊姊會幫忙叫付我的小女兒嗎 會會會 她現在會幫忙 她現在會幫忙拿一些尿片啊 然後拿一些奶粉啊 對 她會很想要主動的幫忙這樣子 對 會幫忙的 會幫忙 是 那她會吃醋嗎 就是有妹妹的瘦 我覺得 因為我女兒她的心思算比較細膩 對 所以我覺得她有一點點 可是我覺得她吃醋 可是她又很想要照顧妹妹 所以我們現在也在觀察她很多行為 我覺得很可愛啦 那你們在說爸爸的感受是什麼 我其實蠻喜歡帶小孩的 對 然後我覺得 現在能夠跟小孩子這樣子相處 我蠻享受這個過程的啦 然後 我跟Mail也常常看著小孩 他們在成長的狀態裡面 他們有發現很多新的事情 然後他們有很多新的情緒 或者是新的想法 然後我們會從旁邊去觀察他們 我們覺得這是 那個成長的過程蠻有趣的 你目前的話可以是打2嗎 我覺得我可以 對 我覺得我可以 這個問題你們等一下也可以問一下沒有 你拿手的項目是什麼 會未來或是發表事 我自己認為我拿手的項目是唱歌啦 對 對 就是唱歌 但是因為我也是在 我哄大女兒睡覺的時候 我大女兒她那個時候 剛開始會說話 她居然跟我說 爸爸 不要唱 就嫌棄你的歌聲 蛤 嫌棄你的歌聲 她嫌棄我的歌聲 她可能怕我累 我覺得我女兒是比較貼心 對 應該不是嫌棄我的歌聲 那小女兒呢 也會唱歌 跟她聽嗎 我也會 但是因為她現在還不會說話 所以她沒有辦法反抗 但是我看你跟其他台媒做的法文 就是說喜歡小孩生多幾個 對不對 我其實是喜歡小孩的 對 那 我覺得兩個對我來說是很棒的組合 那如果能夠再多的話 就是要看Mel點不點頭 就是Mel點頭 我當然是很願意 對啊 有討論過嗎 因為我們現在第二個寶寶剛出來 所以我們兩個還在適應 現在家裡面有兩個孩子的一個狀況 所以慢慢來 那我看太太 對我身材的出竹文化 是 因為我覺得她 她在那個生產之前 她其實就滿節制的 然後在關於飲食上面 然後甚至是運動 她都一直有在維持 所以感覺她生第二個寶寶 恢復得比第一個還快 對 所以那個家裡面的那個婆婆 奶奶就會一直跟她講 說你很適合 不要給她壓力 然後你不會陪她做運動在這裡嗎 她就是一起收生產 會會會 因為我們兩個人 會在同一個地方運動 所以有的時候去 那她做她的運動 我還是做我自己的運動 這樣 對 那除了在當爸爸這個身份之外 還有兼製的生產 是 因為我在台灣去年 就兼製了兩個戲 然後我覺得是很有趣的 因為我現在以演員的身份 能夠多參與到更多幕後的東西 關於角色 關於劇本的討論 然後開發什麼 所以我覺得是 就是可能將這十多年的學習 能夠有另外一個運用 那我覺得這樣子蠻好的 未來也會朝更深入的幕後去執行 現在也在準備一點興趣是不是 準備什麼 那戲興趣 你可以在準備後期是不是 是 現在有一個戲正在準備後期 對 對 跟Ella整個 對 那 它是一部蠻有趣的戲 當然希望 到時候也能夠帶著這一部戲來香港 對 那個尺度方面挺大的 關於比較大尺度的部分 我們都轉交給楊錦華 對 然後我可能在這部戲裡面 扮演的是比較可愛的部分 那你沒有很大的尺度表現嗎 我覺得我們在對於劇本 跟一些劇情上面的拿捏 還是有稍微拿捏 那我覺得可能 不是在畫面上呈現的大尺度 我們可能是在一些話題跟議題上面 希望可以討論到一些 平常可能在華人市場裡面 比較少探討的一些議題 對 那可能就會這樣子的東西 就會讓大家覺得 哇 尺度很大 但我覺得這個是最貼近我們的 然後也是我們每一個人身邊都會發生的 但是好像比較少人去談論的 對 那什麼時候可以看到這個 現在在後期 那我們當然希望 希望今年底或者是明年 明年中可以跟大家見面 謝謝 謝謝 請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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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